嗨,我是九月 忙完了 今天有朋友过来 我给他做了经典原味烤羊排 你绝对想不到 外壳焦脆和入口即化这两种口感 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羊排要先腌制一下 需要大葱,蒜头和姜片 再取小半个苹果和梨切片 可以增加一点果香味 差点忘了还需要一点洋葱 一定要选用新鲜的羊排 最好是这种肥瘦相间的 沿着肋条划上几刀 这样可以方便入味 先放大葱,姜蒜和洋葱丝 加一勺盐,少量水 揉搓羊排去腥 十分钟后再加入苹果和梨 翻拌捏匀后 给它均匀抹上蜂蜜 让它把腌料的味道都记住 现在炒一下小料 用小火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用小料能尽量不破坏新鲜食材原本的味道 把它们碾成粉末 均匀的抹在羊排表面 腌制二十分钟 这个时间我先煮一点水果茶 提前用烤箱自制了一些 有需要的小伙伴 我会把做法打在评论区 大家的烤箱脾气不太一样 我自己的烤箱是上火190度 下火200度烤35分钟就正好 小料加上一勺白芝麻 我很爱吃辣椒 你也可以不放 30分钟的时候拉出来 撒上刚刚调好的烧烤料 再烤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香味四溢 汁水横溜 说的就是它了 配上这壶清香的水果茶解腻 我觉得我可以大吃一惊